在105学年度,南投县国中技艺教育学程竞赛 荣获佳基的南投国中技艺班学生投身工艺 制作了100多份的吐司、青面包 配合麻烦小天使协会在台湾银行南投分行前易卖 所得全数捐为天使家园筹建基金 学生努力叫卖的善行,获得许多热心民众响应 买面包做爱心 一份热情的心努力叫卖 南投国中技艺班的学生除了有一手好功夫 爱心更是不弱人后 亲手制作了100多份不同口味的面包 与麻烦小天使一起摆摊意卖 所得也将全数捐给麻烦小天使协会 帮助他们筹募天使家园的兴建基金 我们是南投国中技艺专办的学生 我们想要用我们这学期所学的东西 来做有意义的活动 我们有做芋泥的吐司 还有部落的面包 还有肉送的吐司 还有一种什么面包 克里姆面包 我们工作的四种 特别感谢南投国中技艺班 然后知道说我们要募家园 然后他们学生很用心 然后他们说起义说要把他们自己平常做的面包 然后把它奉献出来 然后把它做成我们家园的基金 技艺班的学生在师长的协助下串起了爱心平台 将学校所学妥善运用 展现他们的好手艺 走入人群意卖手做面包 校方相当支持学生 师长们也都自动自发到场帮忙 那我们基专班获得全校 以及所有合作学校很多老师的帮忙 那我们也希望他们学到一技之长之后 能够利用国中毕业前的一些空档 然后把所学到的这些知识跟技能 回馈给我们的整个社会 让他们能够了解取之于社会 用之于社会的这样一个道理 今天很开心能够带领他们一起出来 做爱心意卖 为了做爱心 学生除了自己想口号 并且也分组拿着面包到街头销售 透过互动增进人际关系的学习 这也是送给自己毕业之前最好的礼物 会想说我们学的东西 可以帮助到其他人 其实还蛮开心的 因为可以为那些天使尽一份心力 他们为了这次的活动也非常的用心 然后他们也去绕街 然后也用心做海报 所以我们在此跟大家说 要大家一起来做爱心来慕我们的家园 小天使协会长期训练身心障碍的天使们就业技能 希望天使们未来能够学会自己照顾自己 协会以及天使们的认真态度 获得了许多学校以及团体的肯定 这一次南投国中记忆班加入了爱心意卖的行列 更使让爱的力量更加慈善